一台藍寶尖尼在住宅区道路上 来回肉行 凌晨一点多 巨大的噪音因为半夜更加刺耳 有许多的住户被吵醒之后 心情非常的不美丽 没想到这个超跑经过之后又折回来 不断在路段上及时 气得住户们拍下证据来检举 那么这一台 藍寶尖尼小牛在台中南屯区 咏村东七路上来回绕行整整四圈 震耳欲聋的声响非常扰明 那么警方调了监视器之后 追踪到车主道案说明 是一个联姓车主二十六岁的男子 自称当天开着这个超跑小牛呢 要回家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几个路人 说想要搭他的车体验贴背感 但因为他的车子一次只能载一个人 因此来回奔驰了好几趟 那么联姓车主是说 他没有把这一台超跑来改装 是因为超跑本身搭载高马力的引擎 在路上拉转 就会产生这个高分贝的音量 车主表示间接导致附近居民 无法入税感到抱歉 那么目前警方也只能依照法规 用这个制造噪音 妨害公共安宁的部分呢 来开罚六千块的罚还